這麼厲害 愛心耶 對嗎 好 愛心要送給誰 愛心給你 現在這種情況 愛心有辦法給別人嗎? 當然沒有啊 XD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五箱賞物 我們住宅打造拳紀錄 今天是 應該不算是開箱我家 那你們開箱我家 可能在另外幾回例已經看到了 其實我在家裡面啊 很多事情是不能決定的 尤其是衣服要怎麼摺啊 然後哪一個東西要放在哪裡啊 就我不能決定 你那我不能決定 我可能收到一半 他要跟我說你不可以這樣收 你不要收了啦 因為有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的電器櫃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這個紅色的配色 紅色漂亮啊 但紅色不用全紅嗎 大一個紅全部都要紅嗎 有吧有道理嗎 這一個還有 這一個是原本就有的 然後這個是最近買的 這個是紅色的氣炸鍋 接下來我們要講 今天最重要的主角 是咖啡機 家用的咖啡機 其實也很多種上網炸鍋 非常多 好像有沒有紅色的嘛對不對 有啊 有嗎 有 哪裡有 就這個啊 我用過這個啊 那他還沒 你先 我看過了 我之前就看過了 你之前就看過了 喔 他跟我講一看 這個我同學會賣的嘛 我就說欸好了 那你不用了 我跟他們說一下 來我歡迎家庭姐妹 幫我們宅配咖啡機過來 哈囉 終於講了 嗨 嗨 今天買一個送一送主播 嗨 上次看過了 我們今天 帶了 你們倆想要的咖啡機 對 而且是說有人 紅色的啊 對 是這台嗎 你說有人家裡 只放紅色的電池 怎麼會有這麼奇怪的人啊 對啊 超奇怪 喔 是 紅色帶來喜氣嗎 還奇怪 那你今天不是也穿紅色 你穿紅色耶 欸 阿臉內褲的超 我們今天要附帶一下教學 跟使用手冊 好對 那今天家庭姐妹就順便來我們家 就是歡樂一下 然後我們會拍另外一支影片 就是在講 烤箱的對決的 會放在家庭姐妹頻道裡面 那今天你們的戰場 就在這一塊平台上面 插座也原本就預留好了 家裡面如果有要裝電器的時候 那個插座就要先留好 然後下面每一個電器櫃的後面 都是有插座的 設計的時候就已經都留好了 所以你都有用不同的回路對不對 對對對 好來吧 開箱 先講一下這台咖啡機多少錢 這台12,900嗎 對啊 但是我跟你講 它是目前市面上 寬度最苗條的一台咖啡機 但是它比較不佔空間 對 我們就是想要這種比較嬌小的 聽說 已經沒有紅色的了 剩下銀色的 然後他們 待會我們會拿銀色出來給大家看 你喜歡嗎 這是你喜歡的嗎 這是你想要的紅色嗎 還是跟你想像的紅色有差別 來跟大家說一下 跟我想的一模一樣 怎麼可能 這明明就是有點暗紅 但是這個看起來是大紅 怎麼會一模一樣 反正這個紅可以啦 這個紅紅好嗎 但是我覺得這個紅比這個紅好 好顯示這個紅 因為這個是法拉利紅 這包裝是不是比較暗 食品這個顏色比較漂亮 對你看這跟烤箱是一樣的 你可以放在家裡慢慢看 好來繼續來開始啦 慢慢研究一下 來開始啦 揪取啦來啊 你們先簡單快速的介紹這台咖啡椒 你講就好 而且我有點睫毛洞察耶 因為這一台機器啊 是很小型的機器 所以它就不用水管 我們有一個水箱 在機器的正後方 那會建議大家就是裝那個 過濾過的水 水夠比較不會這麼多 然後它的按鈕呢 就是只有三個鍵 就在正上方 就是你要一杯 還是你要兩杯 還是你要把它切換成 可以打蒸氣奶泡的那個鍵 那上面這個東西是幹嘛的 那個是一個溫杯架 可以把你的杯子放在上面的話 可以讓你的杯子加熱 像它的這個咖啡把手啊 它就會有兩個 一個是 這邊我現在手上都是一人份的 你現在這個裡面裝的 這是兩人份的 這是兩份的 這是兩份的 這是一份 這是兩份 所以如果你想要喝比較濃一點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用兩份的粉 想要問這個按鈕是什麼 這個的話就是我剛剛有講到的 如果我們開蒸氣了以後 你不可能它開了之後 它就直接跑出來了 所以你按了就是切換到它 切換它會讓Bump的那個熱 去到蒸氣的地方 那你這邊打開的時候 它就會出蒸氣 噴氣了 對 因為我們今天送給Ted一台新的 可是我們捨不得拿來抄它 所以我們今天 不想要用人家的第一次 對我們想要把第一次留給Ted跟他的女主人 所以我們自己又搬了另外一台機器來 是我們平常在使用的機器 然後來教Ted他們怎麼使用 我們就放你要煮的幾杯的豆 然後這個一勺是多少 一勺就是一杯量 我會建議就是你要煮的時候再磨豆 因為這樣比較香 因為豆子你只要一磨之後 它就會氧化 它就沒有那麼香 就要現磨對不對 現磨然後現煮 剛剛放的豆放進去 然後我們調 剛剛我放了兩杯 然後我們就把它出細 我們就調到是細的 因為我們是要做Espresso 對 然後我們就把按鍵按下去 它就會自動磨 磨好它就停了 按 按 看 這個磨豆機也是同一家的 磨豆機 同一個品牌 磨豆機跟咖啡 都是用110V的墊就可以了 對 這比較容易 然後這個是全自動的磨豆機 就是不用技術 你只要會按鈕就可以了 好了之後我們就把這個磨豆槽拿出來 對 然後就把它打開 你看你聞聞看是不是很香 有嗎 有 有 超香的 現磨的都很香 然後 我們要來煮咖啡 它的蒸氣啊 多久以後才會準備好 如果現在開機 你剛開機的時候 它會呈現於待機煮咖啡的一個狀態 那你可以把它切換過去 但它現在它正在轉換蒸氣的地方 它如果是閃燈 所以你要等到它持續亮燈 所以沒那麼快 不會 亮著了 已經亮著了 就表示它可以打蒸氣對不對 對 這樣就表示它可以打蒸氣 所以它等於是一個鍋爐 它是分給煮咖啡跟打奶泡用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填壓那個咖啡粉嗎 那我們咖啡粉填壓完之後啊 它後面有附一個這個 我們就把它壓一下 我們就只要輕輕的壓 有點縫又不要太多縫 對 我們的這個出水就是單杯是30cc 雙杯是60cc 可是我也可以依照我的粉去調整 可能我的粉多放一點 我的粉少放一點 我出來就會蛋跟濃 有我控制 豆子的種類不同 跟烘焙的深淺度不同 所以也會有點差異 然後如果喜歡喝烤雞諾或是拉貼 那我們現在來打哪一塊 我們現在來打哪一塊 就是加奶 對然後給大家看 你知道打奶泡最厲害的是誰嗎 打奶泡最厲害的就是家電妹妹 因為它非常會打奶泡 而且它這邊還自帶牛奶過來 姊姊你都錯了 你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今天我們讓Ped現賣一下 它超級會打奶泡 聽說了 開個咖啡店 它是最會拉的 上去以後 所以我是要按30cc的嗎 對 然後這是準備好牛奶 其實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如果說 你要的這個量到這裡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按掉之後 它就會停止流血 對然後我現在按了這個嘛 你要去打奶泡了 現在它這個量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哇 哇 還有 好細喔 哇 我覺得好像打得太細了 這麼厲害 愛心耶 可以嗎 好 愛心要送給誰 愛心給你 現在這種情況 愛心有辦法給別人嗎 當然沒有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還喝一口看看 喝一口看看 好好喝 Ted的愛心咖啡 喜歡嗎 喜歡 好 再來極限厲害 哈哈哈哈 可以嗎 欸 你給人家喝怎麼可以給人家搶走啊 我覺得咖啡味不夠 濃 對 所以粉在加 因為我剛剛只有用一杯那樣的 嗯嗯 我愛心還在 打出來很像 跟外面買的一樣的味道對不對 那你就喝喝很大聲 那種 ASM嘛 啊 你會喝喝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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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 它要關機的話 開關按鍵是在哪裡 在這個右後方的底下 這裡 它就關掉了 開這台給大家看 對 在這個位置 所以電就不用一直拔擦拔擦 不用不用 但是要注意的是水量嘛 對不對 對 水量有說建議要多少嗎 到這邊有一條線 不要超過那條線就好了 盡量不要超過 不過其實也不是在那個水箱裡面做夾樂 它是進去的 我知道 它是進到機器裡面 而且它的水箱是可以隨時抽起來 哦 你要裝水的時候 如果說我現在煮咖啡的地方不方便 那你不可能抱整台機器去啊 我就把它抽起來 然後去裝水 對 那你要裝多少 因為這是隨時可以裝水 對 所以你不用說我一定要裝到整個滿了 你們兩個人製作裡的咖啡 這樣知道嗎 對 然後再把它裝回去然後很方便 就是這樣 但我覺得這一台最厲害的還是它外型真的很漂亮 最窄版的咖啡機 主要是這個很小台 就很苗角 然後不佔空間 好那最後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除了要買咖啡機以外還要 摩豆機多少錢 34903490 我們今天整組都送你了 我知道他們那個 包含鋼杯都給你 鋼杯也是他們抵養期自己的 就是送的哦 對送的送的 不是你要講一般的道 一般人我們不賣我們只送 真的 我們不賣鋼杯只送鋼杯 好反正大家知道就是 一定要有一個磨豆機 就是這個四海咖啡機雖然已經很小 但你還是要準備一台磨豆機 對 然後鋼杯 因為這種是屬於半自動的咖啡機 對 等一下你有什麼心得要發表嗎 你今天滿意了嗎 這樣開心了嗎 開心了嗎 太開心了 開心什麼 開心但是紅色的啊 然後它很簡單 你真的會嗎 我真的會 那以後我早上起來就喝咖啡了 可是我覺得你比較會拉滑 應該是你做給他喝吧 沒有我喝黑咖啡就可以了 那你就清楚就好了 好啦那我們節目今天就到這邊了 擔死 我好開心今天來Teddy家 反正我們還有另外一次影片 因為現在時間 我已經晚飯時間了 真的超餓的 他們有帶一個很厲害的烤箱 我們要就是用1500塊的烤箱 對決15000塊的烤箱 另外一起放家店姐妹頻道裡面 最後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 追蹤我們IG 家店姐妹的頻道在這邊 好然後想要更多討論的話 裝潢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 那家店去他們那邊討論 歡迎來找我 最後想要支持我們拍更多影片的 可以訂閱我們的會員頻道 購買我們的賴貼圖 結果都是Ted的大頭 好啦節目就到這邊 大家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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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要點讚 我們看到吧 我們看到的 會不會看到 沒有太過分 有太過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